嗨 大家好 我是江小范 我之前讲过我们的工业啊 这种视频现在已经都被封了 对吧 逐渐都封了 因为这个真话是不允许大范围去传播的 对吧 我说的都是太土太土的化了 而且也都是在我看来都是一人见血的话 就是我们我们现在的工业也就是 我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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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说 不至于说烂得一塌糊涂 但对于我们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言 这方面就确实很差 对吧 就是不同的工作 对吧 不同的工程 不同的对待 对吧 然后那个 嗯 说白了一味的追求数量 不要求质量 反正是对付的 永远都是对付 都干都行 但是当然突然有个哥们提了这一点 这个点让我一下就顿悟了 他说就是其实就是给多钱 干多钱活 其实这话气氛洋也没也没问题 这可能也就是我们一直打着廉价的产品 说白了 就可能我们现在做一个很高端的东西 对吧 首先说实话 第一我本 出于我自身 我就 我说实话 对于国产很多东西 高端的东西 我首先我就不认可 因为我首先不认可他的核心技术 其次是所谓的制造工艺 而且这个东西那个哥们说 他说你是没当过老板 如果你当老板之后 对吧 你就会知道的 其实所有人都想把东西挣好 但是你赚钱 其实不得不成 这又是我们社会一个更普遍的现象的 那就是对份 这个东西最可怕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这项工程 对吧 这项工程款抬下来的 比如说一个50万的工程给你了 你自己自己算啊 预算之后50万工程 我自己能上20万 对吧 我自己能上20万 哎呀 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想拿到这个工程 你可能得花 你想拿到这个工程的前提下 你可能得花15万 来找这个对份的 所谓对份那个喊 那就是关系社会对吧 特别在我们这个东北 那就是运作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工程给你呢 凭什么给你呢 你有什么资本得到这个工作呢 对吧 但我的资本就是 找到合适的人对吧 把合理 就出来了 找到合适的人 然后呢 就是正常的所谓 灰色的交易 对吧 这个工程能到我手 那好 最后算下来 可能这个50万工程 我就剩5万了 那现在更可怕的问题又来了 对吧 又来 为什么呢 我看自由管理利润 我跑掉 我说这个可能是把 这个 人工什么的之类啊 把人工费之类跑掉 可能貌似可能剩5万 但是你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东西都是 电子前干活 对吧 他这50万我电子 可能我真正生长成本 什么像我说的 我得需要30万 那这些东西我电子的 电文纸呢 甲方不跟你结账怎么办呢 这个资金从哪来 对吧 有钱人行 我自己也有钱 我自己拿 没有钱的 那这个钱只能说是靠贷款 对吧 靠银行 靠各个渠道去贷款去干这个活 那说白了 有些工程款可能一压压好几年 那一年两年的都是少的 对吧 就往扫住 可能压一年 一般的活呢 年底结账 对吧 我之前在在给哪干就不说了 反正是一个是一个怎么说呢 部门吧 对吧 某某非 一个非常正规正规的部门 那基本就年底结账 那好 现在问题来了 年底结账 我把这30万投进去了 对吧 加上利息 加上我一共的剩5万 把利息刨掉之后 我还剩什么了 对不对 那你说 你想想我干什么好的活 好的工程 我哪有钱呢 那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在工程款上动手脚了 对吧 那我就整低价东西 如果我按你说这个价给我这个东西 说白了中间没有对份呢 我可以达成这个标准 但是中间有霸皮的 那怎么办呢 对吧 那我就头空减料 没办法 因为我干活 我是为了活着 对吧 就即便如果你是一个 你开公司 你活着那是小事的 你跟我的责任是 你比让你手底下人都活着 对吧 你说白了 你手底下每个员工不都有家 不都有其他老小吗 他们也不都小小养家吗 那你怎么办 那只能就头空减料了 对吧 那只能头空减料了 换一个说 可能你干完这个活着 这个时候 又有人来找你干活着 那你就没办法 你就会发现 你永远是欠债的 你永远是欠债的 你身上的赛 这也可能是很多创业人 为什么最终就挺不住了 那你就会发现 你欠你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吧 照面上看 你好像是正面 但实际可能到年底 最终一算完之后 你分文没有 甚至你还倒大点钱 这种东西 在这个情况下 我赶上两年 那甚至就是 哎 这活一看 挣30万挣50万 你是挺好 对吧 爸爸爸爸 到最后就弄一个白玩 这也是我们很多 现在 特别是年轻人 特别我别地方不说 东北这个人情私故 确实比较严重 这个东西没办法 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依然 还你会发现一个事 这个视频说实话 也挺不长 因为我说的有很多话 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说的话 那最终就这个原因 对吧 这个那就可能 那你要是假方来说 假方肯定不干 对吧 假方我正常 我出了50万的钱 某50万的钱 我收到的工程 对我而言是不满意的 为什么呢 那中间有人扒皮了 那东西他能满意吗 对吧 那有些东西也不得不成的 我们国家就这点牛逼 我之前买东西的时候 让我碰到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大家知道 买这个电源线 电线 线呢 他告诉我 肯定咱不能买国标了 对吧 国标当时好像三块钱一米 吧 将近 咱得买飞标 飞标便宜 对吧 这个一块来钱 然后我去买的时候 他问了我一个事 他说小伙子 有两种 你要买哪种啊 一个是0.5铜的 纯铜的 一个是0.7铜包铝的 你买哪种 当时就问的 我说实话 问问的 我一脸懵逼 我知道啊 以我这点浅薄的 只是0.5铜的 铜这个东西 导电最好的 铜包铝不行 但铜包铝的 只竟出货 对吧 他更接近1.0了 但你说到底买哪个呢 所以说 在我们这个位置 你就会 真的就是 有些时候 其实我不害怕啥呢 就是 最可怕的 不是说 我买的东西 质量不好 可怕的是 我花高价买的东西 还是质量不好 因为真的 就我只说的是一个 我们这种一个环节 但是你会发现 各个环节 其实都有这样的人 去 这种情况去存在 那就是 最可怕就是 我花20块钱 可能买的东西 和3块钱是一样的 这你就是会发现 有些人可能在 某多多买东西 和某宝买东西 对吧 然后最后对比 可能某宝比某多多贵了100块钱 发的 到家一看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就太可怕了 对吧 可能都是一个厂家 一个人手记出来的 两个不同的形态 差价是100 那当时我们那边干工程 你要知道 那采购的原权要更多 那真是七七五百五花八门 对吧 以前我一直认为便宜没好货 但现在 我现在当干这么两年之后 我又发现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 我花高价买的一地 也未必是好货 这点就可怕了 你知道吗 就是质量差 其实我能接受 因为我没花到那个钱 但是我花到质量好的钱了 我买的质量还是差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钱没花到位啊 对吧 所以说 稀了糊涂过吧 说白了 人活着位置 知道完了 有些东西 其实我讲那种 所有成年人都知道 对吧 都在经受着这种折磨 无论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就包括我卖车 对吧 都一样 我可能说句实话 我都碰过这种人 这一台车卖了 我一分钱没挣 我们卖车是一个什么形式呢 就是公司给我们一个车底价 比如这个车10万 10万以上归我 对吧 卖到11万我就挣1万 卖到10万我一分钱不挣 这个大家明白吗 那可能有的时候 但是你有业绩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有瓶 考评之类有业绩 那可能就有个哥们 就挺相信的 带着朋友来了 对吧 这个车明明我就说实话 我就要挣了三千块钱 我10万03千就能卖它 他朋友过来 自己要嘎 四个手指 真的 而且他的预算压得很死 说白了 可能我一分钱我挣不着 一个是我能挣三千块钱 他花10万03千买走 这个那是他朋友上的四千块钱 他花10万04千买走 我一分钱没挣脑 然后你说最后 我费尽心思 对吧 挖门造洞 求爷爷高担的 整着这么一个户 他带一个对方 比我正说白了 比我正绩还多 我一分钱没挣脑 我就落个业绩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真的 这 哎呀 这个对方呢 可能是永远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会消失 对吧 我只能说 怎么说呢 哎 就这么回事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